张胜文今天出席森美兰华团联合会 新春团败活动时指出 国内华小书包过重情况最严重 接下来是戴米尔小学和国小 教育部正加强宣导解决这种恶劣情况 教育部正在开发的电子课本计划 除了增加学习环境的互动性 另一个重点就是让学生无需携带课本 减轻背部的负担 随着柔佛小学全面落实电子课本措施后 部长将派员了解测试情况 经过审慎评估之后才决定计划的命运 委任了一间公司拿到了这个工程 进行了第一轮的测验 把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些课本把它异化 当然这个涉及的费用非常的庞大 要等到我们这个计划走了一轮 看到它的成果以后 包括它的效果 尤其是在一些郊区 或者内陆地区要怎么样的 让这些学生能够在医化的 这个textbook底下能够上学 针对上星期的割草机刀片 削开学生投入死亡意外 副部长还在等待警方和州教育厅的报告 而部门已经成立一支特别委员会 调查这起事件 八度空间张一会 孙美兰芙蓉报导